開心在駱駝背上自拍 還能飽覽沙漠風光 卡達氏族賽吸引爆量遊客湧入 除了看比賽 許多人來到杜哈郊外沙漠 體驗沙丘騎駱駝 只是遊客人數眾多 導致駱駝的載客量暴增 原本跑五趟就可以休息 士族開梯後得連續跑 十五到二十趟才可以休息 有時甚至要跑到四十趟 有駱駝累了 乾脆就這樣趴著不肯起來 主人也只能先安撫他 讓他再休息一會 不過也並非所有人都對騎駱駝 這種行程特別感興趣 來自阿根廷的球迷表示 他接下來要跟朋友 一起找臺沙灘車 湧闖沙漠 全世界球迷風氏族 上百萬人湧入卡達 卻也讓加班服務遊客的駱駝 形成一種另類局災 公司新聞政委人編譯